哈喽各位朋友好 我是总为您介绍非读不可好说的作家郑框宇 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这一本 不用好口才也能聪明回话 作者呢是伊婷正康 伊婷正康呢一听就知道是日本作家的名字 跟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一位伊婷正康 他呢是现任Rosisa Lab的培训公司执行长 曾任职日本最大的人力资源仲介集团Recruit 成功克服怕生的致命缺点 业务拜访经验累积超过4万次 四度荣获年度全国顶尖业务 得到集团内部表现超过40次 并且呢获得拙拔 升任业务部长集团旗下 From a Career公司的执行长的要职 他在2011年成立了Rosisa Lab培训公司 针对业务技巧以及领导能力相关的主题 每年举办200场以上的讲座 学员回流率高达98% 已经出版多部著作 经常获邀接受财经报章杂志的访问 这个听起来就觉得是一个很厉害的作家 对吧 那这一本呢不用好口才也能聪明回话 他其实是畅销新版 就是之前呢曾经出版过 稍微修正一下之后呢 再来刷新版本 大家都知道毕竟这个书呢出了一段时间之后 总是能够有一些新的内容加进去 或者重新啊再稍微包装一下 但是他里头讲的东西啊 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那透过像这样的新版 他能够与时俱进 希望能够把一些好的内容 继续的跟观众朋友们啊 跟读者们分享 所以我自己啊受到这本书的启发也是 哎呀我过去写的这些书呢 想一想从2005年出版第一本书到现在 也差不多有十几年了 那也该这个再版会重新出版了 对不对啊 所以我也会加一些新的东西呢 来跟大家分享 在这本书里头啊 不用好口才也能聪明回话 我觉得他等于是承袭了这些日本的作者们 都会用一些比较短的篇幅 他每一篇呢篇幅不会很长 但是整理了非常多 真的是不用好口才 你都能够跟别人对谈 回话的一些说话的经历啊 比如说他分成四个章节嘛 在第一个章节里头呢 他提到说学会这样接话 你从此就不再是句点王 我们都很怕成为句点王 跟对方聊不下去 那到底怎么接话呢 我给大家念一下书中的内容 他说呢 虽然说倾听很重要 但只能一昧的听人说话 时间久了大概都会开始觉得无聊吧 事实上呢 对方一定也是这么想的 一直都只有自己在说个不停 有时候心里也不会太好过 因此呢 在好的闲聊中 主角是会轮替的哦 前面我曾说 为了让对方可以心情愉悦的闲聊 你不说自己的事情也没有关系 但是当你遇到闲聊结束的时间点 就要察觉到 说话的人已经轮到自己了哦 例如当对话以 哎呀谢谢你 真是学了一课 走入尾声 表示对方的话题 很可能已经告了一个段落 你必须要开始观察 接下来谁应该是这个发话者 如果你发现 没有我这边可以接到话 此时话权呢 又落到你的身上 在这个时候 你有几个可以转换 发话权的便利词句 比如说 其实我 这么说来 或者是 话说怎么样怎么样 举个简单例子来说 对话会像下面这样子 你说 哎呀 真是学了一课 谢谢 其实我最近带小孩 去了一趟图书馆 比想象中还要有趣呢 对方就会说哦 那真不错你小孩几岁了呢 根据内容将其实我换成这么出来 话说也可以 只要这么说 对话便会很自然的展开 你善用这个方法交谈 不仅可以增进对彼此的了解 也会渐渐产生 这是有趣 希望下次还可以见面的心情 而在这个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要积极的自我呈现 毕竟呢 如果是持续流于表面的对话 很有可能会让场面变得有些无聊 因此啊 你稍微先讲点自己的事情 也无法 简单来说呢 你只要能够运用这种互惠原理 就能够让对话更有深度 这是因为人会在 对方为自己做了什么之后呢 认为也应该要给对方回报 这可以说是一种保持平衡的心理因素 擅长对话的人就会像这样子来呈现自我 促使对方也想要同等回报 让彼此对话更有深度 例如 想问对方假日兴趣 就先说自己假日做了什么 想问对方家人的事情 就先聊聊自己的家人 如果你先以 话说 我上个假日去帮我儿子的足球比赛加油 结果我比他还紧张啊 这个话题的自我呈现 很可能就会诱使对方回答 我懂 像我女儿有在弹琴 之前呢 她比赛的时候 除此之外 互惠原理也可以运用在一些比较难询问的话题上 下面我出个题目 请先稍微动脑想一想 在以下的场景中 你会如何进行自我呈现呢 情境一 你想确认对方有没有男女朋友 情境二 你想要询问对方的梦想 那这时候你该怎么说呢 如果你已经试着做出自我呈现 你可以参考看看下面的回答范例 在情境一里头 你可以这么说 我单身了好一阵子 最近觉得差不多该交一个男朋友了 山田你呢 最近怎么样啊 在情境二里头 我到现在还没有过什么将来的梦想 我有点想要试着寻找看看 话说山田你呢 对于难以启齿询问的事情啊 你运用这样子的心理法则 可以比较轻易的引导出答案 你想要避免对话一直是毫无营养的进行时 这样的自我呈现会很有效果 这一整个小章节讲的就是 你要抓对自我呈现的时机 话题不断关系更亲近 听到这边各位有没有觉得好像跟我以前呢 在教的搭讪有异曲同工之妙 没错 其实呢 搭讪就是要跟对方开始展开对话嘛 那除了展开对话之外 你还能够把话题延续下去 所以我自己最常用的做法 就跟这个书里头作者讲的做法是一样的哦 就是我会先揭露自己的一些兴趣 然后呢来换取对方的兴趣点 或者说我会介绍我是谁 我念哪个学校 或者我在哪边工作 同事什么样的工作 我为什么现在会在这个地方 那你呢 这样子呢 透过自我揭露 那对方这种返还互惠的心理 他就会把他的讯息也给丢出来 那你再从对方说出来的话里头呢 去继续把这个话题延伸下去 如果你能够掌握这个原则 基本上你就不会成为所谓的据点王 在这一本书里头 他分成很多个章节 那比如说有很多个这些 你觉得会在平常跟别人对话的时候 遇到的问题 他就都帮你解答了 比如说他这边有提到啊 你跟对方这个扑克脸的这个人 总是摆出一张很严肃的脸 你该怎么样跟他说话呢 他建议你可以放低姿态 就能够荣兵 你遇到很久不见的老同学 老朋友老同事 久别重逢 也能够聊不停的秘诀 并且呢 你想跟别人交心的话 你可以表达你羡慕的语气 别人就会乐于当你的知音 或者是你能够诱导提问 能够瓦解所谓的负能量 不会跟对方起冲突 以及呢 你怎么样能够透过五感的叙述 有画面 让对方觉得跟你讲话 是一件意犹未尽的事情 所以说这本书呢 我真的觉得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工具书 你掌握了之后呢 就可以 即使不用好口猜 也能够聪明回话 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种对话 说话的艺术给学起来 丰富自己的人生 也让别人觉得跟你对话 是一个天上掉下来 最好的礼物 我是总管理教非读 不可好书的作家郑匡宇 希望能够透过介绍 一本又一本的好书 让你也能够改变自己 改变人生 我们下一次再会了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